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焦光大思 论言正面里面所说的 以言见不是以言实见 我们先用言识 言识分别 意识执着 要是不欺行不动力呢 是见性见 见性见一切色法 这个色法不是色臣 那臣是什么 染无啊 色身相畏触发 染无啊 他不染无了 因为你不欺行不动力 所以色臣也变成了色性了 你看 见性见色性 而文性文身性 这就叫明性见性了 见性成佛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事与得难 听都听不懂 你怎么个修法 修法了 哎呀 用这句阿弥陀佛妙计了 我们要用信宗的法门 禅宗的法门 那真难 你不知道从哪里下属 如果用禁宗法门 那就太容易了 效果一样好 甚至于比禅 比信宗还要好 还要高 那这个法门值得称赞了 那就是 我们眼见外面的色 分别执着才起 比 就赶快把它换下来 用什么的换呢 用阿弥陀佛换它 你看 言见色是阿弥陀佛 儿听身也是阿弥陀佛 鼻秀香也是阿弥陀佛 血肠胃也是阿弥陀佛 全是阿弥陀佛 这禁宗这妙就妙在四地 换一句话就是 你会不会念呢 我再讲的白一点 你会不会换 念头才起 马上就换成阿弥陀佛 这叫会念佛 否则的话 口里的话念阿弥陀佛 言见外面色相 儿听声音 你又想别的东西去了 你就不会念了 那是古人讲的 你看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寒破喉咙也枉然 你不会嘛 不会 你念的佛号功夫不得力 要会呀 那功夫得力了 所谓得力呢 就是把你的 妄想分别执着 执住了 换下来了 这叫功夫得力 久而久之 养成习惯 自自然然 就把烦恼辅住了 这是真念佛人 这是真意修佛人 这是真意修佛人 与一切经教 与一切法门 没有关系啊 真正能够 其辱自信 自信就是一心 我们前面讲的 真实之计 真实智慧 真实利益 三种真实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 就看你会不会 念佛人 最忌讳的 就是见色闻身呢 你会其分别之主 你会其妄想 把你的功夫完全破坏掉了 我们能不能成就 能不能往生 能不能这一身成佛 关键就在此地 啊 所以要常常想到 我们念佛目标是在一心不乱 你超经常说的 要把这个作为我们的标准呢 我们天天用这个标准的衡量啊 我今天功夫 有没有功夫 得不得力 全在这一句 不知道什么叫一心不乱 你用底下这一句也可以 心无意念 心无意念就是一心不乱 那一念是妄想 想什么都是妄想 那只准想阿弥陀佛 想其他的通通就要妄想 华阴金探险记 行手大事说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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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